今天是1月30号2022年 人研经第196讲次 经文在卷武316页的第一行 我们今天来讲流利关菩萨 流利关菩萨他是在风大上面而开悟的 流利关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 所以法王子就是菩萨的意思 法王是佛 所以他顶礼佛 他说我记得在恒沙节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尊佛出世叫无量身佛 开示菩萨本觉妙明 观此世界及众生生皆是万元风力所转 无量身佛就开示菩萨本觉妙明 这里的觉指的就是佛性上面的用 也就是吉而造的造 也就是如来站 所以这个觉他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所以妙就是说这个觉里面 他是没有我没有万我的存在 所以他是明 他能够明白这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 观此世界及众生生 所以就观这个无情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 还有友情的众生 都是虚万的 因为他们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风力所转 是因为业力风 才难因缘和合的 我与耳时 观戒安利 观视动时 观身动止 观心动念 诸动无恶等无差别 所以他这时候就观 戒指的就是空间 也就是这个地球 它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 安安稳稳地挂在那里 不会掉下来 是因为风的关系 风力在维持它 这里的风力指的就是地球的大气层 观世动时 就是三世的流转 过去现在未来 观身动止 身的动 还有身的静 观心动念 心上面起的念 就是心动的 这些所有的动 无恶 就是说 他们的性都是一个 就是风的性 风的性就是动 所以等无差别 我实觉了 此群动性 来无所从 去无所致 十方为成 颠倒众生 同一虚万 所以他这时候就绝了 就是知道了 这所有的动 来无影 去无踪 就是他们是没有根据 没有根本源的 都是虚万 都是虚万 都是无产的 所以十方的围成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还有颠倒的众生 都是虚万的 这里的颠倒指的就是无名 看不清楚 所以呢 就是总是做错事情 就在生死的这个轮回 一直轮回 如是乃至三千大千 一世界内所有众生 如一气中主百文锐 啾啾乱民 于分寸中古发狂闹 逢佛未己 得无声忍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三千大千 每一个世界里面 所有的众生 就像什么呢 就像拿一个小小的器具 里面就装很多的蚊子 那么这些蚊子 就在一个小小的分寸中 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就是乱飞乱脚乱闹 所以逢佛未己 他遇到了无量身佛 不久之后 就是他就是一直关这个风 不久之后 他就得无声忍 这里的无声忍就是 他初初知道了 无声法忍 就是人控制 法控制 刚刚登上八地菩萨的位阶 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境界风是无常的 那么他是虚弯的 所以他能够让这个境界风 不动 所以不动的时候 他显得是如来战性 但是如来战性 这个风 他是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这个风就是智慧 所以这时候 他心就开了 就是智慧开了 他就见到东方的不动佛国 然后他在那个佛国里面 为法王子 就是为菩萨 就父持十方的佛 身心发光 动策无碍 就是说 他知道自己的身 还有心 是因为是被叶利峰所转 那么现在 他这个叶利峰不动之后 显得是如来战性 显得是智慧 智慧是发光的 所以他能够发出来大光明 动策无碍 能够清楚明白所有的事情 那么这个我们看看 东方的不动国 在涅槃经里面有题 叫欧出佛国 那么欧出佛国里面的佛的佛号 是满月光明如来 那么有一次在 释迦摩尼佛的会中 大众就看到大光明 这个大光明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当时在不动国里面 那么流利观菩萨 问满月光明如来一个问题 那么满月光明如来就告诉他说 你这个问题刚刚在娑婆世界的 释迦摩尼佛大众里面的弟子 德万菩萨刚刚问过 现在那边的佛正在回答 你马上去听 所以流利观菩萨就来到娑婆世界 所以大众就看到大光明 因为他身和心都是发大光明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所以佛问他是怎么开悟的 他就是观察 这个业力风也就是境界风 他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他本来是 怒来战 悟菩提心 所以他知道这个 他悟到了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见与见缘 缘是菩提 就是一个诀 那么他是先悟菩提心 然后他才入沙漠地 入定 入定了之后 他才和十方的佛 所教的妙心 一妙心就是指的 这菩提心能够合 所以悟 他是先开始悟 然后入定 然后他才能够正到菩提心 因为他能够与佛的心合了 所以他是在这个上面 而开悟的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